一年年 花开花落 冬去春来草乌又蓬布 一夜夜 历史繁博 前浪远去后浪港磅礴 一座座 火山爆发天房地 夜夜 君王美蒙破 叮叮 皇冠落地 都转行一世事 有心说 风吹过 雨打过 体体 尖踏过 火烧火 刀看过 夜将 凡人隔过 抚摸 这伤痕昂起头 夜吞叶下去 如是融火 走过长夜 走过坎坷 ливо作 曾经 殊瑟 我们这些 从旧时代过来的人 接受监督 是应该的 您能这么说 我很敬佩 旁帝导 张彩 好了 辫子剪了 这只是走向共和的第一步 如果仅仅是这一步的话 那 共和革命事业 就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所以说秦礼来到南京 组建北京的新内阁 这是第二步 说起心里话 邵船雄 推翻封建专制 实现共和 邵船雄 那真是步步如履薄冰啊 是啊 来 大家一起照张相啊 好好 来来来 来来来 来 李秘书 来来来 给我们照一张 来 宋先生 来来来来 又是顿初的主意吧 好好好 来来来 有个纪念嘛 来 驿长先生 各位议员 兄弟我 这次代表袁世凯总统 到南京来 同孙中山总统 诚恳协商 最后敲定了 北京政府新内阁的 国务员名单 其中的人选 南京方面有 农陵总长宋教仁先生 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 等五人 北京方面有 内务总长赵禀军先生 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先生 等六人 兄弟我觉得 一边是五人 一边是六人 这太不对等了嘛 所以我宣布 从即日起 兄弟我 作为新内阁的总理 愿意加入 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 远南北京城团结 共建一个西民国 南北统一 约法告诚 新内阁成立 我孙文今至临时参议院宣布 即日解除临时大总统之职 全力移交北京袁世凯大总统 从今往后 我孙文将是中华民国 一普通国民 隐愿 临时参议院迁移北京之后 届时履行临时约法 赋予民主之权利 勉励政府 恪守民权 同尽天职 此愿 祝贺 唐少爷总理阻隔成功 多谢孙先生 此务啊 请转交袁世凯大总统 另外 这四个字啊 是刻在瓷盘上的 恐怕衰要小心呵护啊 大总统 这里是办公室附家的小卧室 大总统累了 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下 好 天下为公 尊文的字啊 看起来没什么 原咕隆隆软啪啪的 要写得像 还真不容易 大总统的书法 比孙文强多了 你也这么看 是 很少看到大总统写字 只要大总统写 一定是很有霸气 还没摔碎 都说是文如其人 我看 首先是字如其人 写字嘛 齐分义三分写 那义呢 就是意思 但这个意思 但这个意思 不好说啊 大总统 这里是卫生间 我看看 孙文那四个字 我就是琢磨不透 你看啊 这过去天下是皇上 那个家天下 大总统 这个是抽水马桶 这个是放水的 好 那个 是洗手池 可现在呢 是民国了 天下不再是皇上呢 可这宫中有私 私中有宫 做人办事 往往都是公私兼顾 从来就没有这么纯粹的事情 来 天下为公 说说罢了 哪里真有这么回事 这边是个小餐厅 那边还有个大餐厅 这盘子真要是成菜 恐怕连饭都吃不下去 还是当个摆设的好 议员们都安置好了 报告大总统 都安置好了 他们一半是南方人 暂时寄居在财政学堂的宿舍里 可要照顾好他们 要像 要像老太爷一样 攻着 敬着 多烧香 今后我们无论干什么事 都得指望着这帮子爷 去 他们现在倒是挺满意的 等政府的五国大借款戒成了 政府有了钱 咱们给他们每人买一套宅子 好 各位议员 比人关于民国财政的报告 就这么多 谢谢议长先生 谢谢各位议员 议长先生 各位议员 问题严重啊 民国一年的财政赤字 竟有两万万八千万 全靠借债过日子 这日子没法过 日子怎么回事 内阁的对策 也不过是 开元节流四个字 可节流 又能节到哪儿去呢 政府的公务员 已经有好几个月 拿不到薪水了 开元呢 要立竿见影 就要增加赋税 这对工商界不利 也增加了国民的负担 不是个好办法 从长远看 只有成立国家的中央银行 才能把金融搞活 把工商业振兴起来 这是根本之劲 可这有需要时间 没办法 就只好再向洋人举债 目前 英国的汇丰 德国德华 俄国的道圣 法国惠丽 和日本正金五大银行 联合组成五国财团 要垄断我国政府借款 也就是说 要借款就要向这五国借 否则哪一国都不借给我们 这是要挟垄断 本内阁绝不答应军中垄断 为此 财政总长 从比利时国银行协商后 起草了这份 向比国借款的方案 请各位议员审议 Mr.President Mr.Tung 这五国的财团 是真的不是我的事 而是一位好朋友 我认为 我应该来谈谈谈谈谈谈 我一定会来跟大共产说的 我一定会来跟大共产党说的 大共产党议 大共产党议 是六百万元 我对财团的大财团 是六百万元 为二十百万元 尤其是一位好朋友 是一位好朋友 和这一位小国 是十百万元 但这一个小国 也不能拿出一百万元 也不能拿出一百万元 尤其是一百万元 总长的财团 你的大共产党议 总长是一位好朋友 在这五国的财团 是一位好朋友 唐总理说 我们母国财团 是一位垄断要挟 这不是友好国家 该说的话 在你们的条款里 你们要派会计 监督审计我们的借款用法 说你们垄断要挟 还是轻的 你们这是干涉我国的内政 这是大财구요 方伽利 这都是富ciones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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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国务院 我的总统府 咱们府院本是一家 应该商议个妥帖的办法 一致对付参议院 内阁已经通过了 就不劳大总统费心了 照你这么说 我这个大总统 只是你内阁总理的橡皮图章啊 岂敢 大总统绝非是我唐少仪的橡皮图章 按照约法 参议院决策的事情就是法律 大总统是不能不签字的 既是如此 那又何劳你来逼我呢 不是我逼大总统 是约法要求大总统这么做 是这样 不签字的 也不签字的 都当然有处理 确实在我 也不签字的 大总统 还是否kelt字的 也不签字的 调查 过家 那种 sto 我听说你参加了同盟会 别跑 别跑 我的小舅舅 快回去 回去啊 胡话 快回去 回去 别跑 别跑 这衰都怎么办呢 这个 这 这 这谁家的孩子呀 这是 总统家亲戚得罪不起 这也太闹了 立刻大总统能找见咱们吗 那咱们不能啊 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 咱们去找他要个事干 总有办法 干事总得给个官做吧 瞧你这德行 连自个儿家那窝猪你都管不好 别跑了 那还想管人哪 爷爷 你怎么说话呢你 我怎么了 我当不了管你当 我当 我当别跑了 待会儿还要见大总统 想着怎么说吧 咱们见了大总统 给他磕个头 下一个 叫谁呢 来来来来 来来 不是你 不是你 老师家 你先来 谢谢 谢谢 进去吧 来来来来 走吧 你不走进去 这 你让他进去吧 看他刚才把你脊椎呀 我再进去 他是我儿子 是啊是啊 他是我儿子 先让他进去吧 谢谢老头 谢谢老头 我们是什么事 站着站着站着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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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总统 你不能这样做呀 这个王之祥 内阁都已经认为他为直立总督了 你要是不同意 内阁还可以再研究的吗 你却直接任命王之祥为南方军宣位使 还颁发了大总统令 你这是违反约法的 一二一 一二一 我 违法 不是我说大总统违法 是这约法说大总统违法 一二一 我 我是少川哪 别人说倒也罢 你是我北洋的老人 你说 你何必用约法一遍又一遍地来压我呢 大少爷 二少爷 那个时候啊 还没有你们两个人呢 就咱们大总统才六七岁 可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是当皇上的命啊 是啊 那时候还有皇上哪 咱不敢说呀 咱们一直憋在肚子里头 这一憋呀 就憋了四十多年 是啊 你瞧瞧 这不是憋出个大总统吗 这总统跟那皇上 不都是一样的吗 是啊 是啊 谢谢 是啊 是啊 那您知道 家父的小名叫什么 那哪能不知道啊 大一小啊 我就抱着他 我还亲过他呢 就你们家那老太太 哦 你们奶奶还说呢 呦 怎么刘二妈一来 我们这凯儿哭也不哭了 闹也不闹了 就是剩下那欢喜了 那既然如此 请刘妈妈领赏钱 刘妈妈 您看 这凯儿当了大总统了 咱们全家就是来给他帮忙来了 亲不亲老相亲哪 别提钱啊 一提钱这不是生分了吗 娘 娘 这不是什么呀你 你赶紧去看看吧 这儿的茅房 比咱家正方都漂亮 别瞎胡说 过来 叫大少爷 二少爷 大少爷 二少爷 这是我那不懂事的小儿子 要不这么着吧 让他跟着咱们那大总统 学点事干 对不住 刘妈妈 贵公子啊 大财 可家父说啊 现在是民国了 没有皇上 用谁不用谁啊 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对不对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谢谢 行 妈妈 你先个字 您来摁个手印 真的呀 娘 娘 你真的不去看看毛环啊 让慢走啊 你看看 真是 大少爷 二少爷 二少爷 爹 爹 爹 可丁啊 你就不能稳当点 什么事 慌你慌张你 想 爹 我 没规矩 见过你唐叔叔 唐叔叔好 爹 咱们的老乡到底有多少 这什么时候能打发完呢 打发 亲不亲故乡人 这老家人是咱们的衣食父母 养育过咱们 要孝顺 知道吗 爹 您就把他们留到北京 成天孝顺他们吧 丁儿 我知道你想干大事 可这点小事你都不耐烦 大事也干不成 你这心里头是要打发他们 可越是这样 就越要有孝顺的样子 你看 这孩子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记住 孝顺孝顺 只有先顺着 才叫真孝顺 懂了吗 懂了 懂了 小川啊 还记得我们在朝鲜呢 老皇帝了 不止一提 我可是做梦 都忘不了啊 朝鲜 小川 你当时还只是一个翻译官吧 甲午那年 朝鲜是战火纷飞啊 当时我撤离的时候 你手拿两支伯克枪 为我送行 那份神采 那份艰难 那份交情 小川啊 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 所以 你就一次又一次地 回我的面子 你看 你这是说着什么话呢 笔国借款你不签字 让我丢进了连面 这一回 没有我的附属 你又擅自下令 简直是大庭广众之下 伤我的嘴巴嘛 这就是你的交情 你呀 还是当年的老脾气 来来 喝茶 大总统 这 那本来就是废纸一张 大总统 请遵许我辞职 哪人啊 把唐总理的辞职书拿来 我还没写呢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 你看行吗 大总统 真是我的知己呀 本大总统同意唐少仪总理辞职 一切待遇不变 真是过命的交情 买报买报 同盟会阁言全体辞职了 买报买报 同盟会阁言全体辞职 看报了 我来一份 买报买报 第一剑内阁倒阁喽 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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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新闻 看报 看报 买报了 买报 第一剑内阁全体 买报买报 买报 过来 买报买报 看报了 同盟会阁言全体辞职 第一剑内阁倒阁 真是岂有此理 唐绍仪他一个人跟袁世凯闹意见 他辞职也就算了 可为什么 是的 袁世凯是有问题 可顿出他们五个同盟会员跟着瞎启红 他们本来就不愿意在袁世凯的政府里当官嘛 这哪是他们个人的事呢 这是同盟会党的决议 人家给你个副总统的位置 你不是也不愿意做吗 黄克强 你要气死我这是 先生 喝点茶 消消气吧 我不喝 别的我不知道 顿出的心思我是最清楚的 他是想帮助先生改组同盟会 然后联合各大党派组建国民党 以我党的完全责任内阁 掌握政府实权 实现民主政治 端出的意思 目前这段临时内阁的过渡期 我党不如放弃 糊涂 亏他还是宪政专家 临时的就不要了 不是说我孙文的脾气臭 民主政治哪有什么临时不临时的呢 岂能有片刻送还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咱那五个同盟会内阁成员 人家是集体自动辞职的 临时参议院也不得不同意 我估计 现在袁世凯 已经提出了新内阁的组成名单了 我的 我的意见是 给参议院所有的同盟我议院发报 告诉他们 要按照临时约法案 要按照临时约法案 严格报好内阁重组款 根据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 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 需得参议院同意 按照这一条款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提出了第二届内阁成员名单 故今日参议院议程 一 请临时大总统 提名的新内阁总理陆征祥先生 陈述施政纲领 免了免了 这套虚礼就算了 兄弟我就是陆征祥 二十年来一直在海外做公使 见的洋人 比国内的人还要多一些 可是兄弟我也不敢忘本 还是更喜欢咱们本国的人 虽然娶的妻子是外国的 但这契管言 遵守的 还是咱们本国的民俗嘛 兄弟我呢 有六个特点 不喝酒 不愁大烟 不八戒上司 六亲不认 不借钱 不搞交际花 由此六不主义 本届内阁 就是光着屁股 你也挑不出毛病来 不过呢 兄弟我也并非是不同心气 虽说不搞交际花 但本届内阁之外交 大可以模仿一下交际花主义 看行事 议员们的意见对新内阁人选不利 这些内阁一定得保住 不然这民国的脸面丢尽了 承认我中华民国 这就需要公共关系啊 这也是西方来的一门新学问 这交际花主义 他妙就妙在 为了国家的利益 敢拿自己的香脸蛋 去贴他的臭屁股担子 只有这样 才能做成大事情吗 那就来硬蛋 不行 志全啊 你给我听好了 不行 这民国初见 百业带幸福 这国家不能乱 我们得学会 在临时约法里逃生 你得学会 用软刀子杀人 志全啊 不能见血 情况 全部否决 哎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为什么 别人为什么我不知道 至于本参议员 就是因为对本届内阁总理不信任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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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安静下来 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误会 端董长 你这玩的太出格了吧 哈哈 哈哈 不敢 议长先生 我是给您和各位参议员送请简来了 啊 请简 什么请简 啊 议长先生 公请议长先生出席陆军部举行的茶话会 也希望各位参议员赏光 啊 段总长 你这分明是绑架要挟吗 哈哈 哈哈 卢参议员 你看看我的这些弟兄们啊 既没带刀也没带枪 个个都带着笑脸 心里怀着对民主政治的尊敬 怎么说我这是绑架要挟呢 好 那这么说 我们也可以不去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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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参议员刚到北京都没有备车 我本总长向大家保证 届时派专车到各位的府上和住地 结成邀请 弟兄们 都撤吧 哈哈 太不巧了 太过分了 这就是把人家要挟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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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合适 发生这点事情 是 是 哈哈哈哈 哈哈 做得好 对 谢谢 是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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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议员 各位国务员 各位记者 谢谢大家 今天来参加我们陆军部举行的这个晚会 哈哈 民国之初大家都很忙 彼此间 哈 就有了那么一点误会 哎呦 我这一说 大家别又误会了啊 别以为今天这个晚会是我们陆军部在为内阁和参议院调和矛盾 我可以说一句 绝对不是的 各位议员 各位国务员 都各有其党 各持党界 这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嘛 啊 可是 有那么一位记者 哈哈哈哈 呃 是时报的 叫 田梦 哈哈 他说我们是干预政治 哈哈哈哈 不知道这位记者今天来了没有 我在这儿 是位女士 段总长的骨子里面 还是男尊女卑吧 不 不敢不敢 你给我一个胆子我都不敢 哈哈哈哈 不过田小姐 为什么说我们是干预政治呢 难道不是吗 言过于重了吧 我们虽是军人 我们也有国家的观念 诸位想一想 第一届内阁不到一个月 倒阁了 第二届内阁 新增的阁员通不过 大家现在呆着没事干 我们的国家 正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啊 作为军人 我们心里很着急 可是我们又不能够 干预政治 所以呀 今天就搞了这么个晚会 把大家请到这儿来乐呵乐呵 我向大家保证 在这儿 既没有军舰 也没有党舰 更没有政舰 有的 就是我们共和军人的一片赤诚之心 谢谢大家 大家请 大家请 跳舞 跳舞 看我吧 请吧 田小姐 可以闪光吗 可以 我还得好好跟你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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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自己最清楚 我刚讲的 不能说全是真话 就像对待快死的人 还是讲点假话为好 段总长的意思 民国宪政快死了 所以要对参议员们 讲假话 你们记者这张嘴啊 其实你们说的 也不全是真话 就说推翻清朝之前 你们的报纸上 每天都报道说 孙文的革命军如何强大 比我们北洋军还强大 这就是假话嘛 可这假话讲得好啊 蜻蜓吓破了胆 立刻宣布训位 你们这假话一讲 不就讲出了一个 共和国吗 假话成此大事 那段总长的北洋军 都是草包 我说田女士 你们记者既有这种 生花妙笔 何不为国家骨吹骨吹 我不抬轿子 更不吹蜡笔 如今财政疲软 可为了鼓舞人心 你们记者何妨在报上说说 国家货币坚挺 段总长 您就不怕把货币吹成废纸吗 田小姐 议会内阁党同伐异 下面人心不稳 你们记者不妨在报上 强调大家亲如一家 我是最近才明白 这国家的领导是大总统 可时代的领导 是你们新闻记者 无论真话假话 你们说在前面 大家都会跟着你们说 这样一来 我们这个国家也就稳定了吗 我累了 各位参议员 各位军人朋友 各位记者 兄弟我从十多岁 做学生时起 就想为国家出力 可是 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国家 各位参议员怎么想 兄弟我不敢说 可是我国的军人 对我们国务员 是如此的诚恳 我就在这表个态 今后一定要努力地为国家服务 为民众服务 即使牺牲我个人的性命 也在所不惜 谁在这说要牺牲性命啊 我说之前啊 有这等好事居然不通知我 大总统太忙 我怎么敢打扰呢 诸位 我可不是来这里劳烦你们大家的 我看看 请问 议长先生在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年年 花开花落 东去春来草木又蓬树 一夜夜 历史放过 前浪远去后浪港磅礴 一座座火山爆发 天旺的夜君妄媒蒙过 叮叮黄关落地 都转行一世事有心说 风吹过一大锅 天天见他多 火山爆发 刀看过 烟枪 分隔骨 抚摸着伤痕暗起头 吞烟下去如是融合 走过长夜 走过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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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